对于郑书凤的嘱托 唐姐苦笑了一下 太太 这第一件事我可以答应 并全力做好本分 但是小少爷的行为 有些事终究不是我能制止的 我知道 郑书凤点点头 你毕竟是下人 你说的话他未必会听 迎龙山一事就是证明 那个时候你可以杀马阻止 但以后有许多事 却未必有马可以给你杀 也罢 既然选择了信任你 自然要信任到底的 胭脂 去把家法拿来 旁边的胭脂 已是匆匆走到堂前 取下一只鞭子 送到太太手中 这鞭子可不是当初 魏天冲又来打唐杰的藤鞭 而是用上好的青竹节 制成的特制刑具 打上去不伤根本 却绝对能疼的人死去活来 讲的就是一鞭下去 永世难忘 同时 他也是魏家执行家规惩戒时的器具 代表着魏家家主的威严 任何魏家子弟都不可反抗 郑书凤抓过竹编 将其递到唐杰的手中 等去学院 我就把他正式叫给你 如果冲儿再敢有什么大逆之行 你就用此加法抽他 我相信 你知道什么时候该用 什么时候不该用 唐杰颤抖了 这可是上方宝剑哪 有了这东西在手 自己就再不用担心 魏天冲一个倔劲上来 干出什么混账糊涂事来 看着那竹编 唐杰终于一躬到地 大声道 太太信任小的 小的感激不尽 请太太放心 唐杰定不负太太众望 照顾好小少爷 看着那小小一节青竹编 其他的下人也都震惊了 世梦更是暗叹一声 原来在太太眼里 自己终究是没有唐杰重要的 如果当初没把姬子迁挤走 那么现在落选的 只怕就是他世梦了 想到这儿 他心中也是汗流不止 不过有一件事 他已经明白了 那就是 未来主仆三人行中 自己的地位 肯定是比不上唐杰了 这可 真是让人不甘心呢 就在群情惊叹的同时 外面一名小司突然跑进来 惊慌失措地喊道 太太太太太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 郑书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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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皱起眉头 世梦 世梦他疯了 他 他 他怎么了 郑书凤 不耐烦地问道 他抓了小少爷 唐后的小屋里 世梦挥舞着手中的刀 大喊大叫 你们谁也别过来 谁敢靠近过来 我就 我就一刀童死他 在他手里 赫然还抓着昏迷不醒的小少爷 魏天冲 这倒不是世梦做的 而是魏天冲 刚经历过冲门 这时候正在昏睡呢 郑书凤 带着秦大管事 唐杰等人 匆匆赶到 看到这场面 惊得几乎要晕过去 总算 唐杰及时扶住他 郑书凤 喊了一声 孩子 已是泪都下来了 世梦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还不放开小少爷 尽管是怒吓 你闭嘴 都是因为你 让我失去了机会 世梦大喊起来 此时此刻的他 劈头散发 满脸凶下 眼中 确实充满了绝望 他手中的刀 不停地指着这边 在指指那边 随后又指向 手中的小少爷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被警察包围的劫匪 泪水同样满脸 他对着众人大喊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就不肯给我一个机会呢 我都情愿终身为仆了 我只是想要个机会啊 我不服 我不服 他歇斯底里的大喊着 这个时候 得到消息的魏丹博等人 也赶了过来 那魏家老太太 看到这场景 呼了一声 竟是直接就晕过去了 害得府里众人 又是一阵的手忙脚乱 眼看着儿子受制 魏丹博士又惊又怒 对着妻子发火道 看看你干的好事 如果不是你坚持要选唐杰 又怎会如此 郑书凤听到丈夫埋怨自己 终究也只是忍下 沉声问 吕先生呢 为什么 还不把他找过来 已经派人去请了 应该马上就到 秦管是连忙回答 旁边那乳娘 已是吓得尖叫 是墨呀 你疯了吗 你娘把你交给我 是让你好好照顾小少爷 可你看看 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让我以后怎么办呢 乳娘都快哭死过去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来都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受世墨的牵累 不管今日之事结局如何 他以后在魏府 都注定了日子要不好过的 我不管 世墨挥着刀放下 我就是不服 我不服 我辛辛苦苦伺候少爷 这么多年 你们谁体谅过我 啊 动不动就打我 骂我 谁把我当回事了 凭什么 凭什么他唐杰 一个新来的就有这样的待遇 我身为败毒 却不能陪少爷 我 我 我不服啊 说着他竟然是乌叶大哭起来 大胆孽畜 就在这时 远方传来一声陈鹤 三道身影已从远处飞来 为首的正是那位吕氏 魏家的三位灵师 终于是一起出动了 那吕陈阳人味道 手中已是离到灵光升起 正要掐出法掘 世墨的刀口 猛地对准魏天冲的眼睛 大喊道 你敢动 你敢动 我就杀了他 那吕氏显然没想到 世墨竟会如此果决 愣了一下 这一记灵气剑指 愣是没敢放出来 灵气反冲自身 反倒让他受了些小小的冲击 连带着整个人 在空中晃了晃 险些没摔下来 那三个灵师 被世墨的这一手阻住 一时间谁都没出手 互相看了看 吕氏正要说话 世墨已是喊道 闭嘴 不许开口 不许动手 若敢施法 我不管是什么法 我都必杀他 世墨一心修仙 对着修仙界各境界的能力 倒是了解不少 脱凡境的灵师 虽然可以上天入地 但施展却需掐动法觉 就像是魔法师们 施法需要咒语一样 只有到了子府经 念通天地之后 才不需要任何法觉 什么法术 都是信手拈来 而此类能力 就是神通 即为神念通天地 万法一念生 因此 他这颗一喊 三个灵师 竟是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唯恐一不小心 害了小少爷的命 世墨更是死死盯着三人喊道 退开 退安线 再敢靠近 我就杀了他 三位灵师互相看了看 只能无奈地退后 他们平时高高在上 这世墨在他们眼里 跟蝼蚁一般 一指头下去 都不知道能捏死多少 可现在面对这种局面 却是半点办法都没有 看到这一幕 唐杰都不由暗自摇头 你说你们好端端的喊什么呀 直接一个隐身术 从后面飞过来 再随便一个法术下来 不就完事了吗 现在可好 被视墨逼的 竟是连手指都不敢动一动 三个灵师 哪怕现在随便消失一个 那刀子 怕就得扎进魏天冲的眼睛里 就算杀不死 这人也废了 空有天大的本事 却没有丝毫的反恐经验 结果就是 面对这局面 完全派不上用场 果然 这人呢 不是光靠拳头 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 这可如何是好啊 如何是好啊 旁边老太爷急得直跺脚 竟也是对郑书凤指道 看看啊 看看你干的好事 你干的好事啊 一出了事 人们总是习惯性的推卸责任 仿佛这一切都是郑书凤搞出来的 郑书凤先吸一口气 他知道 自己此时乱不得 但这种情况毕竟他也是头回遇到 再加上儿子遇险 心情烦乱 却也不知该怎么做 还是唐杰道 太太 让我来吧 你 郑书凤吃惊的看着唐杰 魏丹博立声道 胡闹 几位灵师大人都束手无策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就能解决 他对唐杰的命并不关心 但是如果因为唐杰的行动而导致魏天冲死 那唐杰就是一百条命也不够赔的 就凭我能靠近他 唐杰回道 他恨我 如果有机会 他一定会杀了我 而现在我就去给他这个机会 魏丹博冷笑 心想 若杀了你能救我儿子 我一定同意 以示转念 是不是要借此和世墨谈谈条件 事实上 唐杰之所以要去 就是因为他知道 如果再不解决这事 接下来可能就是自己要倒霉了 世墨现在没提出杀唐杰 只能说明一件事 就是事发突然 他并不是预谋行动 因此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条件 而更像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发作 从他那兄弟的背后 隐藏着的无尽惊恐与害怕 就可以确认这点 可要这么僵持下去 等他清醒过来 再提出要求 事情就不好办了 所以他必须主动去 让世墨捅自己一刀 他唐杰未必就死 让魏府灵师点自己一指 那就彻底没明天了 郑书凤一问道 你确定你能靠近他 总得试试 不行 我不会答应的 魏丹博喊道 我同意 郑书凤却说 你 魏丹博惊讶地看着妻子 郑书凤一道 你不是说 上次赐马 吕师认为 他那一次凶狠果决 并非常人能为吗 既然这样 那就让他这个非常人 继续非常一次吧 可万一 那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郑书凤反问 魏丹博无语 借着魏丹博夫妻的对质 唐杰已是走出人群 走向那木屋 别过来 世墨用手指着唐杰大喊 死死盯着唐杰 手中的刀指着魏天冲 仿佛只要他再敢靠近 就一刀戳下去 唐杰停下脚步 别这么紧张 我又不是仙师 没那么大能耐 隔这么远距离就杀掉你 我过来 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药房零食偷袭 光咔一把刀是不够的 你要知道 世间仙法无数 有些能耐 你听都没听过 没准这其中 就有托凡静的灵师 能不动法掘 轻松施法也说不定 之所以现在没用 可能是因为距离远了些 怕万一伤了少爷 所以 他这话是半真不假 托凡静 真要找几个 无施法局限的仙术 也未必就找不出来 但是这样的仙术 绝对不会存在于 能够被魏家聘请的灵师身上 只是现在 世墨心乱如麻 又哪里考虑得了那么多呀 唐杰已是指了指那房门 所以 要想防住灵师 你得先关上门 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 你才更安全 世墨看了看房门 再看看唐杰突然大叫道 你少来这套 你是想趁我去关门 离开少爷的时机 让那些灵师出手吧 如果他去关门 那肯定要暂时离开小少爷 灵师们纵然施法需要时间 但总有些法术 能在虚余间立刻释放 对付他世墨 他实在不需要什么大的法术 唐杰的表情轻饿了一下 抓了抓头皮 被你看出来了 这倒是有些麻烦了 你 去把门关上 世墨指着唐杰大喊 唐杰怂怂间向房门走去 在门口站定 唐杰的手抓向房门 深深地看了一眼 送来一个鄙夷不屑的眼神 仿若看个死人一般 这眼神落在世墨眼中 他禁不住地哆嗦着 指着唐杰大喊 是你 都是因为你 你给我进来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终于想到了 唐杰微笑 他向离走了几步 轻轻将房门关上 同时他指尖的一丝零线 已是无声无息的出现 滑过空间 消失于房内 然后唐杰转身 向屋里走了几步 世墨一指唐杰 站在那儿别动 唐杰冷笑 你不是想杀我吗 我站这么远 你怎么杀呀 世墨愕然 唐杰已向前走了几步 来到一张桌子前 拿起一个宴台看了看 又放下 随手又拿起之前 给魏天冲削好的苹果 砍了几口 接着又拿起旁边的茶壶 给自己沏了杯茶 却不喝 随手又倒掉 看起来就像是闲机无聊 随便乱做些什么 然而 隐藏在动作里的 却是一道道零线释放 渐渐地绕满了整个屋内 一个小型迷迭阵 已是渐渐在屋中展开 口中则依旧道 哼 怎么 就这么点胆子 也敢挟持少爷 我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 不是这样的 世墨大喊起来 我根本就没想过要挟持少爷 我只是 我只是想来找少爷 告诉他 告诉他 我没法再伺候他了 世墨说着 已是乌叶地哭了起来 此时房门已关 屋里只有世墨唐杰和一个昏睡中的魏天冲 世墨无人可说 竟是对着唐杰哭诉起来 我原本就没想过要挟持少爷 我来的时候 看到宝梁阵给少爷寻水果 我就想帮忙 可他们笑我 说我身为版独却成不了朴学 太过没用 让我滚开 他们骂我 我急了 就跟他们打了起来 世墨举着道痛哭 他们人多 我踏不过他们 我把宝梁的刀抢过来 然后指着少爷 我 我当时 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没想过要挟持少爷 我只是 我只是想吓唬他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变成这样了 唐杰听着也是微微愕然 他向前走了几步 手中又是一道道零线 悄然飞出 既然不是故意的 那你早些放下不就行了吗 我 世墨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话来 还好 对 我赞 听着说不成功